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的章节是 正文第五章的第二节,上组的天音 如果你觉得从志成老师的正文讲解中得到不少收获 也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实体课上 我们在全台北中南还有东部都有固定的点 每个礼拜或隔周上实体课 在实体课中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而且更个人化的讨论 对大家的学习会更有帮助 可以上志成老师的网站找到实体课的时间还有地点 五之二呢,它的标题是上组的天音 今天早上一打开这一节 我就玩耳一笑 因为昨天正好练到练习手册的49课 49课就是在讲上主的天音 他说上主的天音其实也就是圣灵 在一整天里不断地向我们发言 那昨天晚上零睡前我也分享了一篇文章 就是我自己的操练心得 讲到说我在刚开始学习看到这一课的时候 也觉得很挫折 因为分辨不出来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声音 什么是瞎我的声音 而且也觉得很难听得到圣灵的声音 毕竟我是不太八字很重吧 所以对于这种通灵的本事不太有 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心灵需要锻炼 缺乏锻炼的一个表征而已 后面慢慢的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段 第一段它说疗愈不等于创造 它是一种修正 修正什么呢? 当然就是修正我们心灵的错误 也就是修正小我的思想体系 把它转换成圣灵的思想体系 那这边所说的疗愈呢 我们此前有讲过 指的是心灵的疗愈 而并不指的身体的疗愈 那么奇迹客人所讲心灵的疗愈呢 事实上也就是宽恕一途而已 因为宽恕能够彻底的把我们的心灵 从小我的愤怒、恐惧、忧郁、绝望 等等那些情绪中就拔出来 而当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我们的心灵却陷在忧郁中的时候 我们不免觉得自己仍然病得很重 但如果倒过来 虽然说我们的身体是生病的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能够安住在平安之中 那么身体的疾病 其实说实在的不会太过影响到我们 接下去的第四句 他说圣灵是奇迹心智背后的动力 它代表那放下分裂而得以疗愈的决心 那个心智一直都存在于我们之内 因为那是上主亲自置于我们心中的 你能任他沉睡不醒 却无法使他灭迹 此前我们曾经有谈过 在上主的眼中 我们的实相永远是完满的 而且在实相的境界来说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选择跟它分裂 也就是小我里面的一切剧本 那四层分裂的过程 包括这整个世界 其实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事实上 奇迹心智虽然多次强调说 上主亲自把圣灵置于我们心中 但这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并不是真的 因为在上主的境界里面 他并不会觉得他有需要去哪边救谁 因为在上主的境界里面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圆满无缺的 那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 是上主亲自置于我们的心中 意思应该是说 我们的实相是由上主所创造的 是由他所亲自创造的 亲手打造的 而圣灵呢 圣灵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实相 的那一个记忆 他是一个记忆 这点我们到这节的后面 再接着深入来看 那也因为我们的实相是由上主所造 因此我们能够认他沉睡不醒 也就是把他遗忘在潜意识里面 却无法使他消生灭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文字写得非常的清楚明白 我想并不需要我多加解说 我们把它好好的读过去 他说圣灵是喜悦之灵 他是呼唤圣子回归之声 也是上主对分裂儿女的心灵之祝福 这成了心灵的天命 心灵本无此类使命的 因为他在分裂以前 纯属实存的境界 不会了解正念的神圣召唤 这一回事 圣灵是上主对分裂状态的 终极答复 在整个心灵恢复他的创造力之前 救赎必须仰靠他 才能发挥疗愈之效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段 第四句 他说 你必须在这两种声音之间选择其一 一是你自己造出的声音 与上主无关 当然指的就是小我 另一则是上主给你的声音 他要你仅仅听从这一声音 那指的也就是圣灵 那这一段话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讲出了奇迹课程的要点 在这两种声音之间选择其一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真正面临的抉择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抉择 而且只有两个选项 这就是证文三十一章第四节 所讲的真正的选项 的意思 也就是这两个选项 小我以及圣灵 这两套思想体系 其他一切我们在这个幻象世界中 所做的选择 其实都是不重要的 唯一重要 而且会有真正产生后果的选择 就是在小我跟圣灵之间的选择 这个部分在我们之后 证文的内容还会反复地去提到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九句 他说即使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可能做到不听其他声音 而为天音适从的 这其实也就是第四十九课的主旨 第四十九课第一段第一句就说 你是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每天24小时里面 不断聆听到圣灵的天音 但绝大多数人都觉得 要做这一点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已经或许非常非常多事 千百事的轮回里面 不断不断地去聆听小我之后 已经跟小我黏着在一起 黏着得相当严重了 但是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不要划地自限 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圣灵的帮助 有上主的力量 要脱离小我 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 不要一开始就先划地自限 认为自己不可能脱离恐惧 不可能脱离愤怒 而应该像第十句所说的 投入极大的精力及学习的愿心 那耶稣还分享说 这是他在事实所学的最后一刻 不论是从学徒的角色 或者圣旨的身份而言 上主的儿女都是全然平等的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划地自限 事实上耶稣所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够做到 只要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 还有学习的愿心 给自己更多的耐心 一定能够做到 因此至少经过这五六年来的学习 聆听圣灵对我来说 就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 那这是需要经过不断不断的操练 每天的操练宽恕 去跟圣灵连结 去把心向他打开 放下我们的凡尘熟虑 去聆听他 那经过每天这样子的练习 圣灵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 那事实上这一所讲的圣灵的天音 最主要不是要请他来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事件的问题 请他来告诉我们 如何赚钱 如何投资 要买什么样的衣服 要吃什么样的东西 好吃或者健康 这些关于生活上的一些 琐碎的指引 事实上并不是上主的天音 或者圣灵的声音 所要指引我们的重点 那事实上圣灵真正 烧给我们的讯息 最多的是关于宽恕的指引 如何让我们的心灵 能够真正回归平安 回归上主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如果你往前面 我讲的那个方向 一直去聆听圣灵的话 要么你就觉得很难听得到 要么你就觉得他的建议 有时候好像也不太管用 而且事实上 这也不是奇迹课程 真正的重点所在 接着在第五段里面 他说上主从不指引迷津 因为他只可能给你圆满的真知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意思 真正在指引我们迷津 把我们引出小我的 是圣灵 而不是上主 那严格来说 上主也并没有派出圣灵 来指引我们 虽然说我们通常把圣灵 称作是上主的一个经纪人 接着他说 指引具有评判的意味 因为他引射出正路之外 还有其路 那因为在上主里面 是完全的一体性 所以他并没有评判 而且他里面也没有其路 只有正路 而在圣灵的眼中 我们是掉入了幻象 因此他透过他的指引 把我们引出幻象 第六句 他说当你决定离开上主的时候 他在你内放入了一个声音 带他发言 只因他再也无法畅通无主地 与你分享他的真知 那同样的我们谈到说 上主并没有亲自放入 在我们的心中放入圣灵 然后要把我们引开小我 因为在上主的眼中 根本就没有小我的思想体系存在 那圣灵其实是我们遗忘在 潜意识里面对上主的记忆 也是对我们实相的记忆 而这个记忆其实会 在我们的心灵 比较清明的时候呼唤我们 就像我们儿时的一些记忆 可能会在我们半梦半醒之间 在心思比较宁定的时候 从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所浮现出来 而圣灵其实就代表我们 对上主对回家的一个渴望 而这渴望呢 当他运作起来的时候 可以透过不管是心灵还是物质 去取多多的方式 还有我们前面所提过的象征 来引导我们回家 可能幻化成是一本书 一个老师 一些文字 一句诗 一朵小花 等等 来引导我们回家 接下去我们来看看第六段 第六段的第四句 它说 意志在神圣境界中原是自由的 故具有无限的创造力 选择在那一边是毫无意义可言 那神圣的境界就是指上主一体之境 也就是实相的境界 那这个意志的自由呢 指的并不是选择的自由 而是创造的自由 所以这个自由的感觉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说 那是一种没有拘束的 没有被限制的 没有障碍的一种自由 就是我们能够毫无限制 毫无障碍的去推恩 去分享 去创造的一种自由 这个是实相中的自由 而实相是一体性 因此在实相里面 并没有选择的必要 自然也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但是在实相的境界里面 我们不会因为 没有选择的自由 就觉得自己没有自由 那接着他说 选择的自由和创造的自由 原是同一个力量 但是就运用了层次而言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选择的自由 是在我们掉入幻象之后 才出现的 而且我们在幻象中最主要 需要去行使的自由 就是这个选择的自由 重新的在小我跟圣灵之间 去选择圣灵的思想体系 那当我们由这个幻象的境界 因为选择了圣灵的思想体系 而最终能够进入实相之后 我们就放下了选择的自由 而进入他所说的创造的自由 在充满爱的境界里面 无拘无束 非常没有限制的去做推恩 因此第六句他写得很清楚 心灵分裂之后才有选择的必要 而圣灵就是其中一个选项 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看第七段 第七段的文字 一样写得非常的清楚 但也很重要 因此我们也一样 帮大家 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他说圣灵的天音不是命令 因为他不会如此傲慢或强势 他也绝不强求 因为他没有控制你的企图 他更无意征服你 因为他从无攻击之意 他只是在旁提醒 是他所提醒的讯息本身 让你不得不幸福 他为你的心灵指出另一条路 即使在你庸人自扰之际 他始终保持宁静 上主的天音总是如此宁静 因为他传达的是和平的讯息 和平比战争更有力量 因为他有疗愈能力 战争代表分化而非争议 奋斗也不会带给人任何益处 人纵然赚得的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与他又有何益处 你若听从错误的声音 便会忘失自己的灵魂 你不可能真正失落 只是昏然不觉他的存在 因此在你做出正确选择之前 他对你而言确实是失落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九段 他说我的心与你的心永远一样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上主造化 这是耶稣在这部课程里面 不断去强调的事情 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也能够做到 那这跟基督教所传达的这个讯息 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 耶稣是属于上主的圣子 而且他是唯一的圣子 那我们都不算 因此我们的位阶 还有能力跟耶稣之间 是有一个很大的 无可弥补的鸿沟 我们不可能真正达到 与上主一体 与耶稣一体的那个境界 那接下去他说 当初是我所做的决定 赐给了我天上人间一切的全能 这边的决定呢 看这个下文 应该指就是分享的决定 那所谓分享呢 也就是愿意去认出说 他的心灵 跟我们的心灵 是属于同一个心灵 而在这个心灵之中 去分享上主的爱 还有圣灵的宽恕 那后面所说的一切全能呢 这边所说的全能 其实指的是力量 也就是英文的power 那特别指的是power of mind 也就是我们心灵的力量 那大家可以对照的练习课是 第38课 我的神圣本质无所不能 那这边所说的无所不能 或者说心灵的力量 而且是有非常巨大的心灵的力量 其实指的 并不是呼风唤雨的能力 或者说去创造金钱的能力 或者去创造幻象世界的能力 它其实指的 并不是心灵的这部分能力 因为它已经强调的是 我的神圣本质无所不能 而这个神圣本质 它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 其实就是在疗愈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 不管陷入多深的分裂 多深的醉疚 多深的痛苦 多深的愤怒 或者是忧郁 我们的神圣本质 因为它是出自上主 而上主的力量是无限的 因此不论我们掉入 何种的挫折跟困境 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心灵 完完全全的拯救出来 把它疗愈起来 这才是他所说的 天上人间一切的全能 而这样的疗愈 还不只是在我自己的心灵 而是分尸到整个世界 那个共同的心灵 我们跟所有的弟兄 那个共同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疗愈了 也就等于疗愈了 所有其他的弟兄 这的确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力量 接着在第十段里面 第四句 它说真正的休息 不是来自睡眠 而是来自苏醒 各位可能在西方的电影里面 看过西方人的墓碑 上面会有英文的RIP 这三个字 就是Rest in Peace 安息的一个缩写 而当然它这边所说的睡眠 其实也是包括死亡 因为死亡就是在地底下长眠 但它说真正的休息 真正的安息 并不是死亡或者是睡眠 而是来自苏醒 因为真正的醒来 也就是觉醒 才能带给我们平安 那我自己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很喜欢读练习手册的第109课 I rest in God 我在上主之内安息 这颗的文字非常具有抚慰的效果 而且读了真的会让我们的心灵 能够静下来 那我们的心灵之所以会觉得疲倦 并不是因为工作时间很长 或者睡觉时间比较短 而是因为处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直跟小我生活在一起 天天跟着小我在战斗 因为我们的心灵 不断地活在批判的念头里面 不断地想要去争夺稀有的资源 去争取特殊性 然后要成为人中之龙 甚至龙中之龙 凤中之凤 那整天我们的脑袋 都被这些小的杂念缭绕之下 自然我们的心灵就觉得疲倦 最后面从第八句开始 它说 每个人终将答复圣灵的呼唤 否则圣子奥提无法重归一体 对天国的任何一份子而言 会有什么比恢复天国的完美与合一 以及重归圆满之境 更神圣的造情 只听从你内在圣灵所发的造情吧 并且以我教你的方式 去教你的弟兄聆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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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